第31題有關煉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說煉鐵是從鐵礦中提煉出鐵的過程 這當然是對的 煉鐵當然就是從鐵礦煉鐵的 不然什麼叫煉鐵呢 所以A的是對的 那BC說從甲反應式或丙反應式所提算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那麼甲反應式跟丙反應式呢 都是從三氧化熱鐵提煉出鐵出來 就是我們在高爐所發生的反應 我們教過高爐所煉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含碳量比較高 硬度比較大 但是比較脆 適合鑄造不適合鍛造 又稱為所謂的鑄鐵 所以呢 第三 它的BC選項說 這兩個反應式所煉出來的鐵叫生鐵都是對的 那麼諸選項說 鐵礦主要成分是F2O3 三氧化熱鐵是一種存物質 這個是錯的 如果我講的是三氧化熱鐵F2O3 它是存物質 那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鐵礦中會有一些雜質 我們看到這裡寫個主要成分 既然叫主要成分是三氧化熱鐵 就表示還有別的成分 既然有別的成分就不會是存物質 所以第三期聽問我們說 有關於煉鐵的敘述下列何止的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 鈴鐵礦主要成分是F2O3 是一種存物質 4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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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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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O6O6O3O4O3O16XO3O5O3O6O7O7O8O7O6O7O installed kidneys音效